9月18日,第九届世界翼装飞行联盟翼装飞行世锦赛精准穿把赛决赛举行 八名世界顶尖翼装飞行运动员齐聚张教界天门山挑战山间人箭穿把 经过两轮激烈角逐,法国选手文森特·戴斯克以160分获得穿把赛冠军 美国选手丹尼尔·达比,中国选手张树鹏分获亚军继军 精准穿把赛的把镖架设在天门洞广场前的山系之间 距广场地面高度仅15米,把镖外环最大直径仅0.7米 把星为直径10厘米的圆点 比赛现场,选手依次从海拔1400多米的天门山玉湖峰玻璃跳台上起跳 紧贴崖壁快速俯冲,以超200公里的时速划过天门洞广场上方 随后如人箭般击穿把镖 击中把星得90分,拖把不得分 比赛中,由于山上天气变化快,不时起风 标把会随时晃动 这对选手的翼装飞行和空中姿态调整能力有较高要求 冠军文森特·戴斯克是一名拥有18年翼装飞行经验的老将 曾于2016年获得翼装飞行市井赛,尽速穿把双料冠军 这是他第六次来到张家界 戴斯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今年的参赛选手水平很高 除了全力以赴,还需要冷静的心态和一些运气才能赢下比赛 他说,希望明年能够继续到张家界参加比赛 来自内蒙古的张树鹏是中国首位翼装飞行运动员,也是此次比赛中唯一的中国选手 他告诉记者,翼装飞行的竞技水平每年都在提高 虽然自己为比赛做了充足准备 但还是因缴伤等因素错失冠军 他对此感到遗憾,并表示会继续训练,为下一次比赛做准备 我学翼装飞行的原因就是我站在天门山上,看到其他人比赛 我们就这么近的距离,他们从身边跳下去 那一刻改变了我对翼装飞行这项运动的认识 所以我决定我加入到这项运动当中来 对我个人来讲,在竞赛的目标就是一个世界冠军 谈及翼装飞行运动的发展情况 张树鹏表示 随着张家界翼装飞行试景赛的连年举办和媒体大量报道 中国许多喜爱极限运动的年轻人都开始关注翼装飞行 并逐渐参与进来 对于这项运动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比赛啊 专业性的,然后顶尖的这种赛事还是活动 通过赛事活动能够让更多人认识这项运动的 然后能够有更多人加入进来 一起享受翱翔蓝天,飞翔的快乐 中文字幕 李宗盛